好久不见 感觉这阵子还是挺忙的 除了一个十一假期以外 我几乎每周都在出差 之前我在视频里也说过 我最近会有一个考试 就是在这个月底 那所以现在就是有的时候加班回来 觉得挺累的 但是还是没办法 还要继续看错题集 有的时候都感觉自己坚持不下来了 但是呢我就用了一个小方法 就是我在手机上列了一些心愿清单 就是这次考试完了之后 打算一键去做掉的 那就是有的时候实在学不下去了 就看手机这个心愿清单 就会觉得瞬间得到了安慰 然后把这个小方法也分享给其他在备考啊 或者是有什么进气目标的同学 现在说回来 我好久好久都没有再坐在这个转椅上了 那这次是因为咱们这只书单的主题 不是古典文化嘛 所以我很应景的穿了一个旗袍 然后穿旗袍感觉坐在地上不是很雅观 所以呢就坐在椅子上给大家讲 最近呢我对这方面很感兴趣 就看了几本这样的书 但是因为我是刚入门嘛 所以可能看的是相对来说比较轻松 好读的书 那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内容吧 首先要介绍了两本书 如果之前看过我视频的小伙伴应该不会陌生 就是紫荆城阅读系列 我之前讲过其中的两本 一个是雍正的十二幅美人图背后的秘密的十二美人 还有一个是跟着皇帝学养生 看看皇帝都吃些啥的天子的食单 那这次呢又是两本 首先是这本天子的写真 我一看这个题目我就想里面绝对雍正是不能没有姓名的 因为我之前在十二美人的时候就跟大家有介绍过 他是一个酷爱cosplay的皇帝 当时还推荐给大家就是雍正行乐图 绝对会成为你的快乐源泉 就是你不会想到在历史上那个高冷腹黑的四爷 他要么在松坚服亲要么以蒙苦搏斗 就是变化着各式各样的角色 如果他要是在现代社会的话 绝对会是什么天真男海马体的VVIP顾客 然后你们有见过满头羊毛卷的四爷吗 这本书中有一张我非常的喜欢 他讲的是乾隆皇帝有一位非常著名的皇后 如果你看过一些相关的影视剧 或者是小说或者是历史故事 你一定听说过就是乌拉娜拉史 他是一位命运非常悲惨的断发背后 因为他确实触怒了龙岩 所以在历史中他在任何图卷中的面貌都已经被抹去了 在里面呢是有根据那些文物图卷中所画的人物 去推理他们一一对应的历史中的嫔妃 然后通过他们的关系进而放大图面中的细节 却发现有些嫔妃的龙帽是遭到了修改的 那从而去寻找究竟谁才是乌拉娜拉的身影 感觉上当时看的时候还是有点悬疑小说的风采的 挺精彩的 这本书中记录了大量的清朝的既时类的绘画 主题比如说有什么出巡呀祭祀呀 然后还有他们不是特别喜欢狩猎吗 当然还有大量的肖像画 这个次也肯定是功不可没了 除了他们自己本身特别爱当肖像画模特以外呢 我觉得这里面的政治宣传意味还是比较重的 然后渐渐你会发现这个绘画的风格上其实是有一点受欧洲影响的 就是不仅里面你们能看到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像四爷满头的羊毛卷 还有就是说它更偏向于一种写实的风格 就比如说我当时看到了乾隆帝妃与嘉庆帝又年相轴 其实就是令妃和使我阿哥的图 当时我一看到的时候我觉得哇真的是被他萌到了 我们之前呢中国古典的肖像画里面感觉看到的都不是真人 都是仙人仙气飘飘那种看起来都是轻若无骨偏若惊鸿吧 但是你在这幅图里其实你能细微的感受到一点光影明暗的变化 尤其是它面部的那些肌肤感觉看起来饱满了 就是有一些西方写实化的影响 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突然想起了之前看西方美术史的时候 其实呢西方的印象派开始也是受到了东方画作的影响 就是服饰会 比如说神奈川冲浪里的影响 其实东西方就是有一个艺术上的影响的一个交互的作用的 看到的时候这种对照关系感觉还是挺有趣的 最近刚好有看乌宏教授的第一堂课 他里面提到位置的意义是很关键的 对于鉴赏画作来说 就是你在欣赏的时候要考虑到它的时间性和空间性 这样就是当你以后再看一幅画作的时候 你里面脑补一下当时的历史时期文化背景啊 或者它是当时被陈列于什么样的一个地方 就会瞬间感觉欣赏画作都多了一层趣味 然后下一种书呢 想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这本天子的游戏 自从当了妈妈以后 就是不自觉的会关注一些跟宝宝有关的东西 我当时看的时候我就很好奇 小黄子他到底都玩些啥呢 因为我自己其实是有偏见的 我觉得虽然在历史上很多皇帝是不务正业的 但感觉皇子他应该都是受到很严苛的教育 他怎么会有时间玩东西呢 结果在这里面还真是看到了各种好玩的小物件 风筝 兔爷 还有这种过家家的 西日的小火锅 小茶具 小纺车 小城洋娃娃 还有可以去做一些杂技动作的小机器人 我当时看的时候就想 在里面找找看有没有什么事 就是能借鉴过来到时候领着小达西一起玩的 比如说七小碗就不用说了 我们大家都知道嘛 然后还在这里看到了一个叫做动物纸牌的 就是他一张牌上面呢是画着一个图案 另一张牌上面画着相同的图案 还有关于这个图案解释的文字部分 那就是快速的在一堆的牌里找到一一对应的这些牌 排列组合起来 感觉是一个比较考验反应力和记忆力的游戏 觉得这些都比较靠近 如果你们就是有看过育儿书 一定知道叫做聪明玩具 然后就把它们先记下来了 然后我自己呢 也在里面种草了一个游戏 叫做九九消寒图 它是一个有一点像 私日历结合 就是我们之前拿笔图的那个魔法森林 秘密花园 那样的一种游戏的结合体 可以说是一个忌日游戏 相传呢 是在元代的时候 五人呢 捡一株梅花 把上面的八十一朵梅花都贴在窗上 加一人对静小装之后呢 占取胭脂在窗上 点一朵梅花 这样久久八十一天 把所有梅花点进之后呢 窗外的杏花就开了 春天就到了 当时看的时候觉得真的好美 好有诗意 好有生活感啊 然后后面呢就演变成写字 一共九个字 是一句跟时令有关的诗句吧 一般比较常见的是 亭前垂柳 珍重 待春风 每个字呢 都是九话 一天一笔 九字填时 便是冬进春来了 感觉非常有趣 然后我就真的去 某宝上搜了一下 发现现在其实还是有这种东西的 就感觉呢 冬至的时候可以试一试 接下来我想要介绍的这本书 如果之前陪伴我比较久的小伙伴一定会有印象 那就是当时开商的时候讲过的一本书中国一关 这本书对于我来说真的是宝藏书 时不时的就会翻看一下 就像今年我就已经看了两次了 有的时候也把它当一本杂志看吧 出差看 做头发的时候也翻它什么的 我就是从这本书里才知道了什么 云尖压 半壁 不摇 抹鹅 这些名词的感觉 中国的衣冠真的是非常的精致考究的 就光是念这些名词什么云尖 不摇 就是这种一扬顿挫的感觉 就会觉得非常的婉转悦耳 然后我印象很深的是其中 他提到了一些传说中的美群 我分享给大家听一下 比如说这个汉代的流仙群 有一个故事比较耳熟能详 就是赵飞燕他实在太轻了 有一次他跳舞的时候狂风大作 他简直就要随风而起了 这个时候汉城帝赶紧着急的一把把他拉住 不小心的把他的裙子也拽皱了 但是呢就是这个褶皱的裙白 却感觉仙气飘飘的 所以呢就被命名为流仙群 感觉就是白褶裙的鼻祖 这个唐代的白鸟裙 就是用众鸟羽毛织成的华贵裙服 最妙的一点就是他 正是旁视 日中影中各为一色 白鸟之状并见群众 真的是不管是名字还是叙述 都觉得特别失意 就算没有看到这个裙子的样子 但是光是靠这些文字去脑补想象了 就能感觉到他的华美和风情了 这本书里面他引用了大量的诗词 小说戏曲还有民间故事 感觉真的是一款衣裳一传奇 里面好玩的故事特别多 然后分享几个跟大家说一下吧 他有一张的名字呢叫做头巾 是专门介绍古代各种男士佩戴的头巾的 古代来说头巾 是一个非常帅气有形的打扮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我们小的时候学会一篇课本的古诗词 叫做莫上桑 里面有一个大美女罗服 其中有一句话叫做 少年见罗服脱帽着翘头 他太好看了 这个小伙子看着他赶紧把帽子摘了 然后戴上特别时髦的头巾 想要吸引他的注意 他里面有一张呢叫做傲服 就是写古代人穿的棉袄的 在古代呢能拥有一件温暖清明的棉袄 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 就连大世人白居易他都不例外 有一次呢他做了一件新的袄衣之后 给他高兴坏了 宝贝的不得了 甚至都记录在诗里面了 那他是怎么对待他这件宝贝衣服呢 他朝拥坐至木夜赴年达成 感觉就是要朝夕和他相对 然后里面还引用了一个 关于红楼梦林雪天诗会的片段 因为毕竟红楼梦是大户人家嘛 里面的小姐穿的就不是普通的棉衣了 人家穿的都是皮草 那那个片段我就不在这里读了 但是非常非常推荐大家 再去重温一下 可以看看那个大观园里 众姐妹他们华丽别致的衣饰 读起来都是一种享受 就好像是在琉璃世界里 在白雪映尘下的猪猪红梅一样 赏心玉目美不胜收 看这本书的时候 多次会因为里面引用的一些故事 而对像《红楼梦》啊 《金瓶梅》啊 《金瓶梅》啊 《金花园》这样的种草 尤其是《红楼梦》 我们真的很想再重看一遍 还有包括八七版的影视剧 甚至是跟《红楼梦》有关的那种 服饰的鉴赏的书籍 然后里面引用比较多的呢 还有一个就是沈承文先生的著作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这本书我也很重草 之前有小伙伴问过我说 就是怎么样选书 我想正好借着机会跟大家说一下 可能就是这样的一种关系 可能开始的时候就是兴趣使然嘛 渐渐的你就会想要横向纵向的 去进行一些阅读 或者是一些专题的深耕 有的时候你看到一个自己喜爱的作家 那他在文章中所提到的书 或者是他自己喜爱的作者的作品 你就会跟着去读 那可能就是凭着一种机缘 或者是阅读的热情吧 渐渐的就搭建起了自己的阅读体系 我现在对于古典文化的热情还没有减退 所以我继续在读这方面的书籍 那如果你对今天这个视频的内容很感兴趣的话 别忘了给我点个赞 投个币 谢谢大家 然后呢 如果你们喜欢这个主题的话 咱们下一支再约 我们还可以继续讲一些古代好玩的 历史文化方面的故事 还是祝大家